国画大师杨晓宁擅长新汉画写意花鸟人物 被称为台湾新汉画第一传人 更身兼书画装表两大长才 举办过的画展不深美举 包含台湾、中国、日本更远征到法国、巴黎 此次展览展出将近30幅精彩剧作 要带给观众一场艺术盛宴 早在2000年前两汉时期文昌画盛 字以汉历画以像石刻为甚 当时的艺术家们用刀、斧、鑿、把画刻在汉石、汉砖、汉瓦上 题材是包罗万象、上至天文星象 下至人文地理、远至历史故事及神话故事 以及帝王将相车马出行、民间祭祀等等 古汉画在中华民族绘画史上 堪称一座灿烂的艺术宝库 他以镇骨立金的艺术成就而标柄千秋 这就是古汉画 新汉画是古汉画的再现 它是通金灌骨的大语言 上街了秦汉遗运 中街南宋梁凯 以及现成当代诸位大家神秘高庙的泼墨 泼彩的莫古画法打破了传统勾线 甜色笔墨的造型 以笔带刀沟通了古汉画和新汉画 笔墨之间的灵魂也形成了一种继承古人 有别金人 启示后人的一种全新的笔墨语言和绘画技法 也弘扬了汉文化的博大雄强 出生于中国西安的杨晓宁老师 来台定居超过20年 展览中这幅10米乘1.6米的巨幅画作 《汉唐雄风》为台湾首次展出 杨晓宁老师希望透过这幅画作 让观众感受古文化艺术之美 因为我是西安人 在我的故乡是十三王朝建都的地方 我画这幅画的时候 想要找汉朝的那种地气 我有回到西安 有到汉朝的遗址 又去感受了几天 然后主要就是想弘扬我们汉文化 而且想把古汉画来带到台湾来 把古汉画还有古时候的文化艺术 都可以想要带到全世界 叫大家都认识古汉画 可是那个你带不来啊 它说是汉砖往石头上刻的 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艺术来表现它 这就是说把古汉画做了一个翻译 所以想要叫大家来继承传承弘扬 这个华文化是这样子 小林老师其实在我们台湾已经定居二十几年 那因为一个因缘际会 那他原本老师是想要回去他的故乡 然后过着退休的生活 那一个因缘际会 然后留下了台湾 然后在我们台湾是有成立一个新 新城艺术 然后还有他的工作室汉语格 那我们新城艺术也有他的长设在 那这次呢我是想要说以 就是想要推广我们 杨秀琳老师 然后他的一些 他之前有受过一些经历 就是然后再重新站起来 在东山再起 然后也希望以 玉我奉王这个名称 然后来鼓励我们的详情 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也不要放弃 那只要坚持下去 都有机会再重新再站起来 最震撼也有一个剧作 就是我们晓琳老师 第一次在台湾展出的一个巨画 汉唐雄风 那其实我们这次 全部包含了有31件的作品 那有包含了新汉画 然后还有我们的协议花鸟画 然后还有跟我们新汉画 来做一个新的结合的一个 童子系列 就是他的色系会变得比较 更饱和更充实一点 会有就是老师的一个新的革新 一个新的创作 这次展览的都是以近期 就是两三年的画作 那其实我们这边最久的画作 就是这一座最剧作的汉唐雄风 那他是在2017年的时候画的 那其实他也历经了两年的创作时间 那其实老师在留在我们台南的时候 也有在他的画风上还有他的风格上都有做蛮多的创新 2006年杨晓玲老师因为瓦斯气暴 导致双手颜面遭受严重灼伤 那段艰苦的日子幸好有台湾各界帮忙 让他恢复健康与自信 犹如浴火凤凰勇敢面对人生 在十年前因一场瓦斯气暴 我的颜面及双手严重的烧伤了 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面目全非 我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重创 在那危机的时刻是台湾的医疗机构 抢救了我 给我最好的治疗 也给我整形 给我找回自信 那时候可以说是最新痛苦煎熬 在那个时候是我们台湾的乡亲 他有支援我 医疗费 帮助我 鼓励我 渡过了那个艰难困苦的日子 从那时候去 我就有一个心愿 我想台湾的民众都这么爱护我 这么帮助我 等我好了以后 想要用我浴火重生的双手 用我的才艺 想回馈台湾 回馈社会 同时也想鼓励像我一样受伤的民众 还有受伤的家庭 不管是以前或者是现在受伤的 都要勇敢的面对社会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不敢见人 不知道以后怎么过 所以就是台湾的民众支持我鼓励我帮助我 我才有给我心灵建设 我才站起来 我自己用我的才艺来回馈台湾 也是想要帮助这些受伤的人 勇敢地面对今后的人生 浴火凤凰杨晓宁巡徽展台北厂 即日起在台湾艺术教育馆美学空间 展出至7月20日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从画作中得到不同的启发与收获 在后疫情期间 如浴火凤凰般开启新的人生道路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表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